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比较多 所以包括了北部地区还有包括了南部地区东部地区 今天的降影几率都比较高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那不过降影几率的区域范围 那么主要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因为整个的云系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东部地区 所以到了台湾的话 东部地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中部地区则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5度 这里面基隆还有台北市新北市降影几率比较高 但是往南一点中部地区就相对稳定 包括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降影几率就降到只剩下20% 白天的温度27到33度 如果再往南的话 要注意的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那么南部地区从南投 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降影几率就快速的上升 那么降影几率最高可以提高到60% 那么主要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白天的温度28到33度 东部地区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 这个雷达回波图云系现在都在我们的东部地区 所以东部地区全天都可能有雨 降影几率是60% 白天的温度26到32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影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27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南 台东 还有澎湖 目前是28度 台中 宜兰花莲27度 高雄26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全数上涨 其实它非常的旋奇 因为昨天其实在盘前 美国股市的盘前的期货盘是下跌的 这个理由是因为辩论上面来看 贺锦丽占上风 那因为贺锦丽主张的企业税要调高 而川普主张的企业税要调低 那么这个比较明显的差别的主张呢 让华尔街相对偏好川普 而认为贺锦丽可能会不利于股市 但是呢 而且再加上呢 在美股盘前所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是 通膨似乎比预期的要稍微难缠了一些 所以认为这个月呢 连准会降息一码的几率大幅度上升 降息两码几率呢 大幅度的下滑 但是呢 这个在今天凌晨 我们看到美股呢 在昨天晚上大概十点半左右呢 来到了就是台北时间十点半左右 来到了低点之后呢 就一度震荡走高 带领着美国股市呢 由黑翻红最重要的来源就是NVIDIA 两个因素啊 一个因素呢 是NVIDIA的执行长 川普人执行长黄仁勋呢 在高盛的演讲当中呢 释放出 非常积极的态度啊 那强调说呢 包括了这一个 BREAKWARE啊 这个晶片啊 现在呢 是需求量非常的大 他们正在呢 这个尽最大的努力 迎头赶上生产 然后取得进展啊 所以呢 释放了正面的消息 带动NVIDIA的股价 率先的翻红 那么接着呢 是这个美国媒体呢 透露美国政府 正在考虑 要放宽 NVIDIA 可以卖给 沙奥地阿拉伯 就把这些禁令 要取消掉 好 那这个消息呢 使得NVIDIA的股价 大涨了 百分之 八点零三 那么也带动了 费城半导体大涨 当然就NVIDIA S&P股 通通都由黑翻红 所以不只道琼呢 最后上涨了 124点 刷盘指数 40861点 涨幅0.31% 纳斯达克更是大涨了 369点 刷盘指数 17395点 涨幅2.17% 标普白指数 上涨了58点 刷盘指数是 554.13点 涨幅1.07% 费城半导体 大涨了 229点 刷盘指数是 4910.17点 涨幅4.9% 好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都上涨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的墨西哥湾 它的能源生产 受到了飓风 弗朗星的影响 所以呢 暂时停工 所以供给上面呢 有部分的中断 可是呢 整个需求一买人 就笼罩着 整个原油市场 所以这一个反弹呢 只能视为暂时性的 纽约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1.5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67.31美元 涨幅2.37% 拜布兰特原油 上涨了1.4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0.61美元 涨幅2.05% 黄豆的期货呢 上涨了0.33% 黄金呢 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 期货价格 小跌了0.7美元 每二次报价是 2542.40美元 跌幅0.03% 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1.1% 铜的期货 上涨了1.07% 把金的期货 上涨了5.25%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呢 小跌了0.01个百分点 来到101.63 这里面呢 美元对欧元 对英镑 还有对日元 美元对欧元跟英镑 都是升值的 但是呢 对日元呢 则是贬值 不过并没有在像亚洲市场当中呢 贬值如此剧烈的幅度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对日元的变动幅度还蛮大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事报百分比价指数 下跌了12点 跌幅百分之0.1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10点 跌幅百分之0.14% 而东方安克指数呢 上涨了64点 涨幅百分之0.35%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是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 其实大部分都符合预期 只有呢 在扣除掉原油啦 还有扣除掉 这些波动幅度 比较大的 这些食物啊 那么剩下来的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意外的 比预期上升的幅度 高了一些 所以呢 这个让呢 联准会呢 在下个礼拜的会议 要去降息两码的几率 大幅度的下滑 我们先来看数字啊 如果就这个CPI 一般的CPI来看的话呢 是月增百分之0.2% 年增百分之2.5% 就年增率而言呢 是连续五个月的下降 而且呢 也比七月份的 年增百分之2.9% 要来的低 创了2021年 2月以来的 最缓和的通膨 这个升幅啊 好 百分之2.5%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看到的是 核心的部分 那么以扣除掉 食物跟油价 这一些波动幅度 比较大的 这一些物价 因为居住成本 它出现了 微幅的上涨 这件事情呢 使得核心通膨的 控制的状况 没有比预期的来的好 反而比预期来的糟 所以呢 月增率百分之0.3% 这比预期的 月增百分之0.2% 要来的好 而年增率呢 则是达到百分之3.2% 这比7月的数字呢 跟7月的数字相同 也跟预期相同 就只有月增率的部分 比预期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个呢 是联准会呢 在下一次会议之前 最重要的通膨数据 所以呢 这个数据使得 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 Betwatch 就利率期货市场呢 就立刻反映 那么认为呢 联准会降息 两码的几率呢 大幅度的下降到 只剩下15% 认为联准会呢 降息一码的几率 则大幅度提升到 85% 而这样的数字 到底要如何的来解读啊 摩根纳通知行长戴蒙呢 仍旧是站在一个 认为美国经济 会出现硬着陆的 这一个 这个部分啊 他8月初的时候 就认为 美国呢 这个出现硬着陆的机会 是大于50%的 出现软着陆的机会 只剩下35%到40% 那现在 昨天呢 他在演讲当中呢 他还是认为 现在所有的这一些因素 其实都对美国经济不利 他认为在未来 两到三年呢 那么可能都会出 会衰退几率 是远远高于软着陆 而最糟糕的情况 是停滞性通膨 因为他提到 包括了美国的预算次数不断的增加 还有基础建设的 这一些支出不断的增加 都是刺激通膨的因素 所以虽然现在物价看到控制 可是他认为未来两到三年 这些刺激通膨的因素 会卷土重来 所以他认为美国 最糟糕的情况 是停滞性通膨 这个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 戴蒙的看法 但是呢 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 就是非常乐观的认为 美国股市呢 不会跌入熊市 他说虽然连准会有充分的理由 可以降息两码 但他还是认为连准会 应该会降息一码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 那么不管是 事后的民调 或者是我们看到赌盘 那么都认为贺锦丽胜出 而且现在最新的赌盘呢 认为贺锦丽呢 那么他赢川普的几率呢 是增加 是达到了七个百分点 就多出了七个百分点 所以贺锦丽在辩论当中 占上风 本来呢 如果以华尔街来看的话呢 贺锦丽占上风 其实是对于股市不利 所以呢 本来在美股盘前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期货市场是下跌的 那么对于 这个 当然这里面呢 还牵涉到了贺锦丽交易 以及川普交易 贺锦丽交易就包括了太阳能呢 股价就大涨 然后呢 川普交易就包括了川普自己的媒体 那么其实股价就大跌 所以这反映出来呢 不管是从股市的交易 或者是赌盘民调 都认为贺锦丽占上风 那对于川普呢 觉得他表现不好呢 影响最剧烈的 当然就是比特币 一度呢 比特币大跌了2%以上 但现在看起来 比特币在过去这24小时呢 跌幅只有 微幅收敛到 只有跌0.72% 好不过呢 对于美股现在最大的影响呢 还是在NVIDIA 现在传出来 这是由跨国的新闻平台 那么在昨天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要不要取消 向沙兽地阿拉伯 出口先进晶片的禁令 允许NVIDIA 向沙兽地阿拉伯 出口先进晶片 那么之前呢 美国政府之所以 对沙兽地阿拉伯的 出口禁令 主要是担心 因为沙兽地阿拉伯 跟中国大陆太好了 可能会辗转的 然后呢 卖给中国大陆 但是呢 因为随着2024年 世界人工智慧峰会 那么在 就刚好这几天 在沙兽地阿拉伯的 利亚德举行 所以呢 那么传出来说 沙兽地阿拉伯 已经游说成功 让美国政府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开绿灯 而他们对于管控 这个买到的晶片呢 会采取更严格的做法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 注意的是日元 昨天呢 在亚洲市场当中呢 因为日本央行的决策委员 中川顺子 他在一次演讲当中呢 强调说 就完全符合日本央行总裁 直田河南的看法 如果经济跟通膨走势 一如预期 央行会持续的调升利率 所以呢 昨天在亚洲盘当中 一度让日元对美元呢 升值到140.71日元 对1美元 最后呢 在亚洲盘的时候呢 是来到141.68日元 对1美元 但是呢 随着在美国纽约会市当中呢 美元开始转强 那么所以呢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 它的贬值幅度收敛 最后呢 是来到了142.23日元 对1美元 不过日元呢 还是朝向着一个 小幅度升值的方向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根据英国金融事报的报道 现在不只是富裕国家 就欧美呢 对于中国大陆要打关税战 就连新兴国家 比如说巴西啦 土耳其啦 智利啦 南非啦 也打关税战 但他们关税战的目的不一样 他们关税战的目的是希望 中国大陆的企业 能够到当地去设厂 所以呢 这一波的关税战的结果 很可能会逼迫 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厂商 到这一些新兴国家设厂 而这个可能会取代之前 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投资 成为新一轮由民间企业 所带动的投资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路透社的这个报道 三星呢 那么要启动全球裁员 主要是海外据点的销售跟行销人员 可能要猜测15% 最高的行政人员 要猜测30%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所以陆港股的部分呢 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 22点跌幅0.82% 但深圳城只上涨了 31点涨幅0.39%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下跌了133点跌幅0.77% 好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呢 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33点 收盘指数21,031点 已经连三跌了 跌幅0.16% 最重要成交金额萎缩到 只剩下2394亿元 外资呢 继续的站在卖方 卖超了85亿元 自营商也卖超了47亿元 不过投信连续第19个交易日买超 买超了68.5亿元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回来 从美国股市 然后接着来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